台南柳营区一处带转隔 日前被民众拍下抨击式带撞隔 原来隔子化设在马路中间 来往的车辆如果一个不注意 就会直接撞上去 画面曝光网友也纷纷踏乏 但相关单位表示 原本隔子有用黑漆涂销 由于日久剥落 现在也会请标线厂商重新处理 有当地市议员建议 应该取消两段式转弯 才能够解决问题 骑士准备左转先骑到带转区等待 不过仔细看这个带转隔 好像不太对 有民众拍下照片 带转隔直接设在路中央 破问风刺不愧是我搭台南 带转区的位置一个比一个还要扯 地点在柳营区柳营路 照片曝光网友说 给我8000万也不去带转 浪费时间还赌命 但是也有人推测 应该是吐销过 经过风吹雨林又掉期了 人行照要设置在比较后面一点 带转区就会跟着退后啦 回到现场 尤其是害怕被撞干脆停在格子外 又有人直接不带转了 原以黑漆覆盖涂销 因日久剥落 本局已择请标现厂商 立即前往处理 另外在新营区 则有民众反应 带转区和行人穿越到重叠 安全问题同样遭到质疑 当地市议员也建议 应该取消两段式转弯政策 未来的话 那也跟交通局讨论说 是不是评估将这个入口来实施 取消强制二段式转弯 那目前的可行性是可以的 无论什么原因 如今带转区成了带撞区 相关单位恐怕得得想象 如何有效解决问题 因为类似争议 再度搬上台面 引起民众抨击 接下来黄菩奇 谈谈报道